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千百年来 中国手工瓷架通过敲打 清洗 配笔 风干 火链等各种奇特的风法和复杂的工序 把大自然资予的材料幻化成了新的物质 梅州飞夷 大步瓷架正在不出 五十八岁的皇甫船经常会看着陶瓷碎片发呆 甚至有时候一看就是一天 这些碎片对于皇甫船而言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里面似乎有着无数的话语 在透过瓷片想传递给人们 在十八岁的时候 黄甫船就跟着父亲一起学作陶瓷 在随后的四十多年里 皇甫船一直与泥火为人 在画腐朽为神奇的一次次涅槃中 将自己的一生与陶瓷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陶瓷 它在人类生产的时空中已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中国人对陶瓷的使用从不曾间断 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 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陶瓷的制作记忆也在中国人的手里传承至今 大部县光德镇位于大部县南部 是大部县陶瓷主产区之一 光德镇的致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时期 至今将近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光德陶瓷根据考古挖掘 可以证明已经有宋末原初的时候 在光德镇就已经有制作这个制瓷的历史了 瓷跟陶不同 陶的历史可能在我们整个大部或者梅州 可能历史会更久一点 但是瓷对于瓷土的要求 以及烧枝温度的不同 它使得它这个记忆 会比陶瓷要出现的慢一点 尺度丰富啊 尺度资源丰富嘛 日常当时我走陶瓷必然会有资源 你没有资源提防香港 我再有气息都没用 清新的范建区 清朝八年就肯定有茶 但是看什么 绚绚的匣 连这种肉年都看不到 也可以 这种肉泡 那就要是 虾腹会有 虾腹会有 同事那是 中国那是同步同事 太不同事 太不投事同事同步同事 对吧 那种场景就做 自古以来 大部各窑厂均以就地取材的方式采用原料 本地致辞所用的天然矿物原料资源极为丰富 分布盛广 为大部的陶瓷生产奠定了基础 我们烧光的陶瓷需要比较耐高温的瓷土 含铝量要比较高 这种高领土 所以对于土质的要求也是比较严格 据这个勘察 我们整个大部线瓷土的蕴藏量有4.2亿吨 还是比较丰富的 这些生产要素使得我们大部 使得光德陶瓷有这种生存的空间 水冻是最能体现中国手工陶瓷工匠智慧的发明之一 利用水流的动力带动石锤 将瓷石锤打成粉末用于制仪 聪明的古人不仅用水队解放了人力 还创造了一种连现代制泥技术都难以获得的菱形分子泥土 菱形分子泥土的不端的墙 造出的瓷泥韧性非常好 使得收制的瓷器更结实耐用 现代技术进入至瓷液后 水队这种半自动制泥工具逐年减少 在整个大部线流存下来的 也是趋之可数 现在全部用天 用天比较快 转手比较快 耗就比较高 所以将它出锤出锤投胎了 一般来说最小的量是三种四种 五种六种可以 用油插进来对生三种 加几两种就好 那时候相似是被传下来的 一种来肯定没有用 这种来说 那种东西呢 本来含了 又要看烟 那小的头是要变形 就要拿油再切高温 高温的变成下去 有变成小的这样子 这样子就变形了 等着你用烟又硬 配合起来 跟温度太大窗 最小差不多天三种 就走 它里的含量高低 决定了它的烧成的温度 就是说我要配到一千三的瓷土 那么它里面的含量 铁 钠 钙 铭 鲤 鲤 七八种含量的成分 根据它的配比 然后来去配成它所需要的资料 一代代陶瓷工匠们 守着这种记忆走过了无数个春秋 每天都默默无语地和瓷尼交流 一件完美的手工瓷器 在水土融合的那一瞬间 就早已融入了匠人的心血和体温 做好的泥巴 最好让它沉浮一段时间 就放在那边让它自然沉浮 有沉浮三个月半年 甚至一年的都有 沉浮久一点的泥巴 它用起来就更好 有些比如说任性 一些杂质会少一些 任性会好一些 瓷 源于瓷土 融于水火 素于人工 成于天意 千百年来 中国手工瓷架 通过敲打 清洗 配比 风干 火链等各种奇特的风法 和复杂的工序 把大自然资予的材料 幻化成了新的物质 梅州飞夷 大步瓷架 正在播出 每次上工前 罗放荣都习惯地 给自己泡一壶热茶 感受热茶透过瓷剂 传递到手里的温度 这是属于他与瓷之间的 小小的仪式感 16岁跟着师傅入行的罗放荣 与泥巴打交道 已经有57年的时间了 在他看来 瓷泥拉批成器 不仅归功于拉批匠人手上 多年的功夫 还有他们内心 对形状的领悟 但是因此 每个损划造成器 可能转起来要不容易 差不多三分钟 多年要不要 转起来还需要 转起来 转起来 干准就行 一点都要准备 与小键拉批不同的是 大剑拉坯需要足够的力量与掌控度才能够完成 陶轮上的磁泥对拉坯者产生的阻力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掌控的 而泥坯的形状、薄厚、气形口径大小 以及磁泥内部的密度是否均匀 全靠罗放荣的这一双手来把握 大剑拉坯需要的不仅是力气 更需要拉坯静人双手对磁泥细腻的感知 也很深思 小的费要做多多少小的浪装 就真正去说的够坏 不到了 通目的记者 真的太不满 落着落 不想出来做的 不想出来做的 这个是工业发生产带来的传统投资 它很大部分就是经验的积累 拉胚这一项工系 它主要还是要有一个传承 以前我们大的大到很大的花瓶也有 小的小的很小的花瓶都有 包括薄胎的 除了拉坯 罗芳荣还要完成另一道工序 利坯 利坯匠人要把成型的泥坯 修到适当的薄厚 全凭双手对泥土的感觉 一个利坯匠人 会拥有多达几十把不同功能的道具 来完成不同的陶瓷器型 便宜到这 排泥坯里有什么不要 排泥坯里有什么 排泥坯里有少五成的 排泥坯里有些胡椒 留在这几乎是 少一点 我可以直到 我吃着 小处来起来 看我们的体液体液 我们的体液体液不起来 体液的甘烈消 力批 需要做到心如杂念与极强的专注力 在瞬间与世界屏蔽 最大程度的安静下来 过程中需要对双手施行 超强的控制力 精确持久地掌握刀锋与泥皮的距离 每一次下刀 罗芳荣都会去感受刀与泥土摩擦所产生的变化 这些泥土在罗芳荣的手中是有生命的 在不断流逝的时间里 这些泥土将会在罗芳荣的手中 完成生命的蜕变 这些经过罗芳荣的双手得以成型的泥皮 经过长时间的晾晒 只有表面没有裂纹的泥皮 才能有机会踏上最终成词的漫漫长路 在罗芳荣的双手中 在罗芳荣的双手中 在罗芳荣没有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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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手枪发 没有塞条的 当时没有裂纹 没有裂纹 在罗芳荣通过科学防水把他提纹 这些人非常这些 这是什么说 the mane有铁的 还有铁的 还有铁和铁 还有铁 还有铁东 等等 就给你裂纹 这一种蚝 这也是喜欢做一个年长枪 为什么一个年长枪 枪发最终是根本性这个苦控的 苦控没有 这个就没有做这个大了 就好多个律师的用 就好像原色 就来这个无法无法 一行就苦 无法无法 我们这个三个 清花词 这种曾经被中国古陶瓷太斗 陈万利先生誉为 中国陶瓷史上最难以理解的词器 身上有太多的谜团 而这一切是注定 也是巧合 中国传统清花词的两大产地 大部就占据其中一个 以前就只能用 含带骨的那种矿石 来去搞这个清花量 我们这里 我们附近都有这个骨化 就是它含量高低的问题 当时做出来的质量 它的那种蓝的鲜艳度 各方面的问题 这一传统发明是九年 你还从年枪花时代 这个当时一直传选过来 在九年出处来路 又是跟西亚文化 又要有十分大关联 因为当时枪花是年朝世界 年朝世界是属于蒙古地区 它变成这个鲜艳太流 在文化搞的过程当中 无论形状各异的泥坯 最终能否完成成词之路 那些有幸接受装饰匠人 用心雕琢的瓷器 必定会披上一身满是故事的 华丽外衣 刘青智 1986年从广东省陶瓷学校毕业 回到老家大部后 他与青花之间的情感 就犹如青花瓷上的藤蔓 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因为我现在都做了三十多年的陶瓷 而且我一直在从事这个公寓美术这一块 你每做好一切 自己比较满意的 都觉得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 青花是手工陶瓷装饰工序中 又下采的重要分制 也是中国瓷器 闻名于世的经典发明 刘青智喜欢安静地绘制他的青花 也只有匠人内心的宁静 方能使得画笔下的一草一木 显得栩栩如生 在中国手工制词的历史常课中 无论是成词材料 还是装饰手法 每一个时期都在前人的基础上 不断地进行着继承与发展 但无论如何发展 在每一个精品瓷器的画面之中 蕴藏的不仅是工匠们 多年练就的手艺 更多的是他们安静的画笔之下 细腻的情感汇聚于陶瓷之中 使得这些物件有了留存于世的价值 然而传承与发展之间的问题 犹如心中的一根刺 时刻提醒着这些手工匠人 不是民众的 FT条人 师父 一胎一胎一胎 一胎 这话小时 这些囊在物件中 我只能用了鸡肉 有些鸡肉的鸡肉 我都用了 我用鸡肉去看 鸡肉是不太多 最后一只鸡肉 鸡肉是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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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鸡肉是鸡肉 鸡肉是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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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光德陶瓷收治鸡鸡 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列入 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路 作为传承人的黄福传 越来越能感受到 这条路的艰辛 短短短 一夹一夹一夹三夹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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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 你的窑门就打定你 你的两夹窑门 下窑门你的双窑门 窑门双过的比较硬的过的了 你窑要过 窑差不多两米过的窑 小泰 这些被时代所抛弃的砖窑 是穿越时空的证人 静静地注视着这个城市的过往 而那些被历史长河所掩埋的故事 犹如这些被时代所抛弃的一砖一瓦 让皇甫船头绪万千 无穷无尽 尽管如今现代化的汽窑 早已取代了传统的柴窑 而龙窑的烧制记忆被作为文化遗产保留了下来 但这些存在过的痕迹 皇甫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将他们印刻在这个时代中 在整个至此的行当中 这些把握着传统手工技艺的匠人们都有一种可以让他们立足于坚固的手艺 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不过是些讨生活的普通人 他们也许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却只有对一门手艺愿意耗费一声去践行的坚韧 无论尘世如何变换 这种藏于内心的气度却从来没有消失过 一件手工陶瓷的完成 不知经历了多少双匠人的手 经历多长时间的尝试摸索和领悟 才得以呈现给世人一件件精美的陶瓷 陶瓷 从泥土中来在烈火中淬炼 带着手艺人的体温安静而有力的 向世界传递着客家人独特的审美文化与温度 观看 作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之后 观看